韓國每兩年公布一次的國防白皮書中 再次出現北韓是敵人的表述 根據白皮書 北韓核武製造原料布的持有量 較兩年前增加20公斤 國防部公布了包含2021年至2022年 國防政策推進成果和今後方向的 2022年國防白皮書 白皮書的國防目標部分中明確指出 北韓政權和北韓軍是我國的敵人 國防部表示 北韓在2021年修改的勞動黨章程中顯明 將在韓半島實現共產主義 去年12月又在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 將韓國定義為毫無疑問的敵人 這是自2016年以來 國防白皮書時隔6年再次出現 北韓是敵人的表述 白皮書記述了去年 北韓向海上緩衝區實施砲擊 等多次違反919軍事協議的內容 刪除了2020年白皮書中提到的 919軍事協議 國防部有關人士表示 這反映了我國當前的安全實際情況 白皮書還指出 最近北韓通過核再處理油濃縮項目等 擁有70餘公斤布和大量高濃縮油 根據2020年白皮書 北韓的布保有量為50公斤 兩年間增加了20公斤 另外白皮書介紹了火星17型等 7種北韓正在開發的新型導彈 刪除了3種據信被排除在戰力之外的 舊型導彈 白皮書將日本定義為相近的鄰國 並就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指出 兩國正常進行必要的情報交流 2020年白皮書將日本稱為鄰國 箱子 感谢观看